夏季达沃斯论坛 6月25号到27号 在大陆辽宁的港口城市大连举办 大会诉求节能减碳 场馆电力100%绿能供应 接驳车辆有八成都属于新能源车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 大陆的电动车 锂电池 太阳能板 能帮助全球减缓通膨 因应气候变迁 强调国际合作重要性 我们应该 散开胸怀 紧密协作 并棄阵营队列 仿队 脱钩锻炼 李强呼吁别再逐小院高墙 但恐怕言者专专 听者渺渺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6月22号祭出最新草案 将限制美国个人和企业 投资大陆AI 半导体 量子计算等关键产业 草案才公布没多久 美国Chat GPT开发商OpenAI 就传出已通知中国用户 从7月9号起 将针对中国及其他不支援的国家和地区 停止提供应用城市界面API服务 防堵大陆企业利用Chat GPT 打造自家AI产品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 以及最杰出的科学家齐聚一堂 眼看美国步步进逼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示 将在半导体工具机先进材料等领域 加大研发力道 掌握科技命脉和主动权 去年中国大陆AI核心产业规模 高达近6000亿人民币 中国自行研发的生成式AI 企业采用率达15% 市场规模约14.4兆元 中美科技站持续升温 还看不到减缓迹象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